先进个奶茶咖啡广告 喂?有奶茶咖啡? 是啊,火火在咖啡而已 有咖啡那么专? 在哪里?在台湾? 台湾? 好,再三秒 五四三,咦,现在还行 还没? 正在出地址 五四三二一 东升西港 等很久才开始 刚才你好像有很多广告 听闻你在台湾有间咖啡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有间咖啡,是有间咖啡下了广告 那间叫窩窩,是好餐厅 大家快点去 高雄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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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au客户再开一间 大家都想要开一间什么? 我们去也不行,不行了 再破產多次 投資失敗已經是我們的重點 一單話一單先說 這間咖啡有什麼好東西? 奶茶 有香港式奶茶 可以去台北喝杯奶茶 幫補一下所有人的生意 讓他加多一點我們的廣告費 令到小弟的收入增加 不用好像一般悲慘 以前我買錯了SQQQ 搞到我要做堅尼地 前一陣子我買完TSM 已經突然的薪水都沒有了 TSM 你在什麼位置買TSM? 為什麼會蝕? TSM 我在什麼位置買? 我前一陣子不知是誰跟我說TSM好 然後我看看我的入市價 入市價大概是120多元左右 120多元? 現在是130多元 134元 不是 我虧了6% 我目前仍然虧了6% 你是不是賣100多元的那些? 應該是 你聽蕭生說 你聽蕭生說 TSM一鑊 SQQQ一鑊 Yen一鑊 會員頻道 我下次會直接放一條PayPal出來 你都不用超級貼貼給我 我懷疑不要被Youtube賺了 你真的虧得太多了 你額外開個基金 開個馮同學基金 你不可以這樣 因為如果大家以為 在這條連結賺了錢 是會給你去投資 那就糟糕了 我只是扔進鹹水海 但你說不是 我這個基金 純粹用來測試市場 大家都很勇揚 我立即 啟動基金 我立即入住資 住資一元 不要開玩笑 真的要住資 近來我也在想 我又突然變了黑仔 我首先已經買錯了 也不是突然 也不是緊急事 這幾年來 我的投資心得都很黑仔 但近來我也覺得 我們前一段時間 是否做了笑談中國經濟 星期四 我們也做了很久 星期三、星期四 差不多半年 然後我們也知道 美國的經濟 其實真的不弱 真的挺好的 硬性很強 所以我在前一段時間 已經覺得 美國經濟應該是OK的 所以當我在對美國經濟 最沒有信心的時候 已經放了我手上的長渣股份 但是 OK的 我OK 前一段時間 不好意思 因為TSM令到大家沒有什麼信心 但是我發覺 這一宗TSM 然後去到股市 是否慢慢上來 是 那一刻 就覺得 是時候穩步上揚了 美國經濟又重臨了 所以我在昨天的時候 就馬上 把一些很保守的投資策略拿回來 大家都猜到我保守投資是買什麼的 其實是很普遍的 是買ETF的VOO QQQM 然後 巴棍 都是買這三隻 超保守 是嗎 這樣也叫保守 是嗎 是呀 但是這麼保守的東西 昨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問 就是因為你 就是因為你 那些投資者都想放假 都是算吧 放假 雖然美股沒有假期 但香港又放假 勞動節 打算放假 誰知道 咦 收到封 收到封 Jacky 封入市 他買什麼 他買 那便把他 我記得你幾個月 還是年初 你開始買美股 那時候 我應該是前年開始買美股 其實是賺了一點 不過去年開始 我就轉了某一間的Blocker行 因為以前的Blocker行 吃價是吃得比較多的 即是買入賣出價 中間差了夠 美股也有吃價 你哪一間 你不說哪一間 那間人家在錄一個廣告 是嗎 我們私底下 他是沒有手續費的 但是 你現在全都沒有手續費 是呀 但你發覺你買入那個價 永遠都不到那個價 是不知為何 全都拿不到那個價 最後他會有很多東西 加起來 總之虧很多 但是現在我不管了 我現在轉了 是美國帳戶 買美國東西 即是美國Blocker 美國科 其實是可以的 現在只是在罵 為什麼我入市的時機 永遠都這麼準 我永遠以後 不會再在台 還有 我不會在財經台的Whatsapp Group 特意去看他們的Whatsapp Group 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你保持住 你保持住 當股市低迷的時候 你不要令大家的娛樂都沒有買 但我要糾正一個錯誤的觀念 買股票就很難 保守就不是買股票 保守就買債券 債券沒有風險 不過相對的風險 相對的波動就可能低一點 這樣講也有些問題 因為當債息 這幾年這樣升 其實債價都跌了很多 但是債券理論上 到期你會拿回本金 尤其是美國政府 理論上比較低風險一點 除非你很長期的那些 但是股票是可以的 永遠都回不到家鄉 好像很多偉大的強國股票 所以你說我保守買VOO 這個就是有些矛盾 比較的 保守過TSM 家的小朋友千萬不要理我 保守過TSM 不知道今天市場怎麼開 真的不知道 實在有點可惜 不過近期就 近期氣勢如紅 港股 一萬六千五左右 終於一聲 碰到萬八 可惡的 不要再說碰到萬八 你們每個都在WhatsApp群 跟我說我萬八 搞到我入錯市 我打算是萬八 買回那個7500 然後你才跟我說 你們寫碰到萬八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萬七頭 已經寫著碰到萬八 你知道我這些不看股市 我只是看你們的WhatsApp群 這個WhatsApp群 不是公開賺錢的 是主持監製的WhatsApp群 純粹看到碰到萬八 那就馬上把香港唯一的小小的錢 都轉了7500 然後碰到萬八是萬七頭 你們一群小朋友 能否修辭技巧好一點 有些恐慌的網友 都不太知道來龍去脈 因為你追蹤我的IG 你就會知道 因為我出了個帖子 笑到碰到碰到 首先 這個主持group 我是不在這裡 我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也不需要加我進去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笑 有一天 話說應該是上個星期 Jacky就跟我說 我買了7500 應該是上個星期五 港股就升了幾百點 我已經笑到碰到碰到 然後他就說 萬八 我現在是萬七左右 全無所有的 他是相配 反向 公幹 17000 相配反向 可以反丟到18000 哈哈哈 然後你跟我說 你說官是想 萬七沽他 這樣也是打死無垢 我是以為是萬八沽辱他 其實我一生中心裡 還是萬八反丟台 還有七個站才到 你這麼早下車 不過港股近來有氣勢如紅 你覺得時機也蠻好 在你布林肯仿華之際 給你一些顏色來看 給你一些東星世貢氣勢來看 不然你哪有這麼得情 我們見到港股氣勢如紅 中國經濟也是比我想像中好 當然我們 你不會看實體經濟 但起碼我們知道近來贏了一仗 特斯拉本身去印度 下一天去不了反而去北京 總是氣死所有印度人 因為印度媒體說明 特斯拉和Elon Musk 會來印度出來 誰知道Elon Musk 突然說了一句 我有一些責任在身上 我要為特斯拉工作 誰知道轉過頭就過了北京 還不是在未來競爭對手 印度搶回一仗 破壞美國西方破壞經濟的圖謀 絕對可以 我們觀察了這麼久 因為每逢都是一些臨界點 爆炸之際 他都會做這種事 要營造一種萬邦來賜的感覺 其實這個之前幾次都試過 有一次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歐盟和類似美國聯手制裁 突然間又做了一些歐洲之行 又見這個見那個 然後就沒有什麼了道 去到荷蘭又沒有聯合聲明之類 這次可能是因為布林肯 這次的勢比較壞 說明說制裁你內銀等等 所有數據都很嚇人 說真的 所有數據都是差 除了你的GDP之外 這是很美麗的事 不單止Elon Musk 很多人都突然間來訪華 然後國民黨總召傅昆琦也走過去 總之就是全部都過來看我休息 布林肯 我不是一定要看你的台戲 這個態度也很明顯 今天講到Elon Musk 即是 你要講到江湖救急 任恩狗 如果大家還有多少部電影 江湖救急 江湖救急 今天就找Elon Musk 有這麼說 國取傻碎 因為Elon Musk 都認為是要靠中國市場 很明顯是戒不了毒 我們就唯有看著他讀法 你又不可以說他戒不了毒 你要先問一個問題 Elon Musk 這次去的代表身份是Tesla 一家電動車公司龍頭大行老闆 你看看全世界 其實都沒有很多市場 說還想發展電動車 那些電動車十年光鏡 你去到今時今日 你看看方圓那集說電動車市場 十年之前他建設電動車佔據市場 對今天是完全達不到標的 四成多 真正可以達到標 或者叫做多符合標準的升幅 就是中國電動車市場 加上還有很多東西的情況下 你覺得Tesla OK啦 我覺得都不是脫不脫毒問題 只有你要電動車 還有現在中國說明 他給自動駕駛市場給你 從香港的角度看 以後坐的士 不用看到的士司機 都不錯 你說四成是甚麼 中國四成是電動車 中國的升幅 是達到電動車的升幅 因為這個就是那時候 在十年之前做過操作 就是電動車是未來的趨勢 然後經濟學家計算一下 我們計劃十年之後 大概有多少輛電動車佔據市場 誰知歐洲和美國全部不達標 只有中國叫做marginal 也不是達標的 但也叫做好一點 整個電動車的發展 我們就沒有時間講 但是一個行業發展 又要配合很多東西 電動車本身的先天困難 就是你要充電器 如果你不是充電 中間沒有電 就麻煩了 其實美國又是很靠Elon Musk 又是很靠他自己製造的充電器 歐洲不是有一間電動車 可以做到這麼大量的投資 再加上歐洲經濟又不是特別好 然後油價又升了 大家現在搞通脹都頭痕 你搞得電動車 其實是很教政府補貼的 你說中國為何搞得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政府補貼 就是歐美現在在吵你那件事 分開幾樣東西 為何我說吸毒呢 就是你一開始要靠中國的市場 無論製造業和內需市場 去把你的規模打起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你是要被迫著這樣做的 你要把產量去到這樣的規模 差不多佔Tesla好像三分之一 每季好像幾十萬架 將它的產量去到百多二百萬 實質數字我真的忘記了 總之將它幾乘幾乘的增加 何況當你歐美都開始增長放緩 放得很慢 你是很靠中國市場 但是你要明白這個市場 最終是會吞勢你的 因為當它們全部都有技術的時候 它就一定比你便宜 然後你就沒有任何優勢 除非你有一個品牌效應 很明顯車這件事很難建立一個品牌 除非你是法拉利 除非波子都被小米打爆了 除非一個品牌去到很好的技術 我不知道法拉利在中國的市場是怎樣 但是我認為比較難去複製 它的量也不大 但是其他車是完全沒有任何優勢的 所以你對於中國市場 你只是一間工藝產品而已 它一定比你更便宜 那你是死定的 基本上 你現在還要說想 弄一個FSD進入中國 即是它自動駕駛系統 當你的消息一出的時候 Tesla的股價升了一兩天 但是又要這麼說它跌了很多 不要理你股價 我就說中國一定是給你的 中國一定是OK的 你便拿到技術過來 我不會說你是有什麼偷惑拐騙技術轉移 強制轉移 什麼都好 總之我判斷 不久的將來 中國就全部人都有這套技術 就是為小利好 華為好 小米好 比亞的好 我不是說你偷 不是說你搶 這套技術 合作可以慢慢大家觀摩而拿來 然後馬上發出一個新聞 雖然官方不會證實 就是說你的FSD要給上氣 一說就中了 即是說 Elon Musk現在不管 總之我要想我那套東西 中國賣到 因為它的產能和營利是崩堤的 倒進去 但這件事由它開始減價 或者你由中國開始有電動車減價戰 你應該要想對策 當然你可以說 你口說 但這個減價戰不是Tesla做出來 我記得第一個DV車減價戰是Tesla自己做的 因為你當然看到銷量開始飽和 你就要開始減價 減價無可厚非的 沒辦法 你的市場不行 你都要開始減價 但你那時候要想 這件事不是今天出現的 是兩年 起碼上年都已經出現了 其實前年已經開始減價 前年開始不是減價 價沒有加到 然後開始傳出很多 有小米其他人走出來打算做電動車 上年Tesla開始 不知道是不是早上先機 把價錢踩下去 你不要打算有這麼大的margin盈利 我作為龍頭公司 我先踩下價錢 其實就好像長實賣平樓一樣 就踩下了東西出來 沒錯 但長實是去庫存 我去庫存 我沒有所謂的 我的東西已經在了 但是Tesla 你現在還在追求高增長 你還有一個目標 是希望增加市佔 你去到長實 在香港就說減價七成 長實有沒有在中國有樓 減價七成 減七成 減七成 七折 你不要嚇死下面那些 不好意思 製造恐慌 如果長實在中國有樓 我想基本上就不需要減價 你都不需要競爭 現在你要在中國市場競爭 我時說你已經減價減到死 但是 有段時間它的銷量好一點 這些就開始讀法了 開始有副作用 好像吃迷幻藥很開心 那我就繼續依靠中國市場 結果就不行 一早判斷 你要經歷這個階段 只有兩樣東西 提出新的產品 要麼就是找新的市場 新的市場其實都是那兩個字 跟Apple一樣 我們之前說過這個簽供 都是印度兩個字 有網友就說 不是印度有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 當然有很多問題 沒有辦法 印度人口最多 升值最快 其實不是說印度沒有問題 當年中國東莞也有很多問題 我們就看到很多廠佬搬過去 你看看我們認識那個廠佬 也就是過去 沒有問題 這個是經濟效應 你那邊的成本低 那些人就會轉移去那邊 你那邊有市場 就轉移去那邊 就是這樣 Apple也說 他口說 上海很厲害 但其實印度也是默默起 雖然你不可以 一兩年立即取代 是不可能的 但你看到他 他不聲不聲 把一成的產能搬過去了 是啊 但是聽聞那個產能和工廠 還有一些問題 但反過來說 印度慢買 先不說其他城市 就好像中國改革開放 看上海 看廣州 看香港 看深圳 你看印度慢買 其實增長是很快的 慢買根本上就不像香港 就不像中國 或者一天我們會做的 這個可以落定空投資票的 我們會帶團去印度 因為我想去 印度慢買的機場 挺容易去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去國際旅行 慢買是一個挺好的中轉站 所以應該要去一去慢買 我想說其實這個 大家願不願意承認 願不願意接受都好 我認為未來世界 其中一個最大發展的市場就是印度 所以是要適應的 說真的 我不是覺得和印度人做交易做生意 是一件很舒暢的事 很樂天的事 你想想在英國 在英國其實是經常和印度人打交道 你無論買東西 手機服務 你都覺得是有點麻煩的 很挑戰的 但是市場是這樣的 我們應該是偉銷寶 俄羅斯也挑戰 蘇菲亞公主 偉銷寶就搞定 我們是要偉銷寶上身 說回Tesla 他不是不想在印度發展 但是你看到他是猶豫的 他是想討價 他是想拿一個好價 印度不和上海 上海當然是拱手請你進來 地給你 人給你 稅務優惠給你 錢借給你 當然 你來到你整套技術 我有了 然後我就可以發展電動車 還有我可以連帶一眾電動車相關的產業鏈 我有傻 印度現在我不出電動車 我沒所謂 我需要靠你電動車 大把廠搶著 現在 我不需要招呼你 你來 可以談好價錢 關稅那些 你投資這塊錢 我就免你這些關稅 逐樣談 Elon Musk就覺得 搞錯 沒什麼好處 你不過來 你禮手又回到中國 你不知誰給他一招 我不知道Elon Musk是否有一個副手 是中國人 什麼副手 我快變了主要那個 Tesla 那個是不是副總經理 原本是中國人 現在好像說 接任整個Tesla 這樣就有機會 這樣就恭喜發財 這樣就恭喜發財 可能是他 聽聞Elon Musk很相信他 那你就試一下 其實由你一開始打減價戰 我已經很奇怪 不好意思各位網友 跳比較跳 Tesla 當初為何這麼成功 你會有一個品牌效應 大家覺得 這件事是駕駛Tesla 是很帥的 當它很帥 當初它有些很貴的 好像Rosa 最初很貴很帥 然後它整個便宜版 大家就湧進去 其實所有的luxury 都是這個策略 有一個很premium line 然後我們的窮人 賣不起來 它出一個中價 我們就馬上衝進去 再出一個便宜 整個市場 一定是最量產的品牌 一定是這樣的做法 它當初有一個很premium的Tesla 然後有一個中價 好了 你發覺近年 總之很模糊 你覺得 又摸到Y 又摸到3 又摸到2 又摸到什麼 然後全部都減價 其實你覺得 好像沒有了特色 它減價的那一部分 就是如果大家用品牌效應的話 我們有些聽眾 雖然我們也有女士聽眾 其實會明白多一點 等於你買Fashion Line的時候 你那些什麼 多J、Cambana和D&G 就是兩條Line D&G是便宜一點的 然後 Armani 還有一個Armani 不知道是什麼稿 那個稿 是便宜一點的 永遠就是減價 減價哪一部分呢 就是減價下面的部分 其實連Unico也有 Unico有另一個副線 我忘記了Unico的副線叫什麼 其實是同一個款 但是只有兩隻字 不就是副線便宜一點 不知道是U什麼 不如你繼續 是的 Unico有兩隻 Unico你不減價 你下面的副線出平價版 所謂的Fast Fashion版 Tesla也可以減價 你不就出一條副線 或者再不行的 再副線的副線 你不就出到平價為止 但當時它減減價字 它不是副線減價的 它是主副線一起跌下去 因為它想摘爛市場 市場不是被你摘不爛的 而是它犧牲品牌效應 有一個公司 美國公司 完全沒有選擇這條路 那就是Apple Apple就死都不會和你減價 如果大家跟Apple做生意 是人都瘋 因為我之前很久以前 也不是很久 五六年前 繼續跟Apple談談的時候 Apple是人都瘋 我是第一次見過一家公司 是這麼打正其好 不做瘋線的 Apple是很出名的 它會跟你說 我有平價的東西 我有自己的瘋線 但如果你想來 拘捕產品 瘋線合作 打正那些什麼 它全部不做 我們就是Apple 我們就是這個品牌 我們這條路成長很厚的 你要平價的東西 它會有一個標準的價錢給你 但那個學生優惠價錢 都是比Lenovo、Dell那些優惠 是沒有那麼多優惠 說明我們的善心是僅此而異 不會便宜下去 但這個就是品牌 當然它有這樣的抵氣 就是源自於客人的品牌忠誠度 或者它丟了很多資源 去維持品牌的形象 所以Tesla一減價 其實當時已經很奇怪 我忘記了是去年多久 但可能也有幾年前 我已經說 這個政策和它以前Tesla 打起來很不一樣 然後我就知道它有這個 這個 待會有幫我打一個留言 究竟那個副總經理是誰 我忘記了 我看了之後 那我明白了 你去到最後 那個文化 都是要打一架格戰 那我就說你死定了 Tesla 是死定了 好了 然後突然傳出它去印度 想加速開創 我想了是不是想通了 是不是想通了 還有我覺得它是好東西 價格佔在中國那裡 但中國車不會過到印度 你就開另一個市場 Apple也是這樣的 現在中國的市場 它用文心一言 你在外面的Apple 應該會用其他東西 就打兩個產品 就是iPhone China iPhone外面 這招不成功 我不覺得Apple這樣做 可以 我覺得Apple也是很嚴重的 這件事 但我想說 它開拓印度市場 無論如何都是對的 我認為 我認為它是覺醒 你不要花那麼多心機 在中國 對Tesla來說 我不覺得有前景 但是 然後傳出 它突然快閃中國 就說想銷售它的FSD過去 可能你會銷售到很多錢 假設中國給你用 你研發了中國版的自動駕駛系統 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買得多少 因為你買這套東西 在美國是不便宜的 你中國買得貴 我又不會覺得你買了很多 你買得便宜的 你又圍不到屁 還有 你那一件東西 你全部可能要收回賠償 而且我覺得它不是便宜的問題 它會不會反過來 我開放FSD 因為 其實你的自動駕駛系統 現在最大在美國的鎖住了 並不是自動駕駛系統 最大的鎖住了 是法制上做不到 其實很多州份開不了自動駕駛 你現在只有幾個城市 開到自動駕駛 最有名就是三藩市 三藩市已經有兩間自動駕駛的士 其實自動駕駛系統 在美國也是很少規模開到 因為法律問題很煩的 但是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之前單購過三小時講義的網友 又想收看之後的補級堂update 機會來了 最新的六小時一至十五集補級堂 經意上架 如果從來都沒有訂購過課堂 我們也推出了最新的完整九小時 講義加一至十五補級堂 這兩個產品 經意分別在財富BB Club 和私事工作室的平台商店發售 如果有任何查詢 歡迎PM或電郵聯絡我們 不要等了 立即加入 今天開始 理財投資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可以開啟了IG帳號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和節目資訊 立即追蹤 字幕提供 其實自動駕駛系統在美國都很少規模開到 因為法律問題很煩 但如果一旦中國不是用這個說法給你 我不是給你錢 我不是買這個東西回來 而是反過來 我可以讓你全中國玩FSD 對於Tesla來說 會不會好些 也算是有個實驗場 有個市場 它沒有可能開放全中國 我只是口說 我只是給你一些資料 你就繼續研發 然後你研發成功 分分鐘Tesla是沒有好處的 我不認為股價反彈是很值得的 但它宣佈有一個便宜版 好像Model 2 將會面世 或者有些機會是能夠增加利潤 其實那個也不是增加利潤 那個是增加收入 也未必增加利潤 但你FSD這部分 我不知道它的交易如何 但無論如何 我不認為它會有很長遠的好處 好像中國來說 我看定你來吃 你要資料 我就給你一些資料 然後你要試 我就放幾個山卡 地方偏遠的 你就自己試吧 哪怕我給你上海試 你用三藩市的經驗 你用上海試 其實我最擔心 因為你的資料 你不能夠拿走 你不能夠說 我有中國資料 當然你學習了機器 那機器可能拿走 那機器可能很厲害 但是你的中國資料 始終是中國 compatible 你不能夠說 我有中國資料 所以我的車可以在美國行走 沒錯 但是問題就是 隔壁那些上器 然後隔壁那些公司 說你有FSD嗎 我隔壁的工程師 不知為何你的工程師 跳躁了過來 他沒有試路備物價 不過不知我都做了一個FSD 那就糟糕了 研發都 他說他要用百度那套導航 因為你沒有Google Map 你的中國版的FSD 一定是John Venture 你是用百度的技術也好 都講得明白 你要給上器用的 人家把你整套東西改名 你自己研發那個 就叫Tesla FSD 它突然變成上器百度FSD 你咬不進去 然後就全部用了 然後便宜過你 你可能短期之內 你可能會最快出了一架Tesla FSD 但是賣的人也未必很多 你說OK 可能令整個品牌增值了 厲害 Tesla有這樣的科技 大家又買多一轉 賺了多少 你這個價格也不賺錢 但可能你掉了命 但你掉了這陣命之後 你整個企業就糟糕了 就糟糕了 又來多糟了 沒錯 所以最後你Tesla在中國的市場 又是被淹沒 不過你捱多一陣 這個可不可以說 就是我們拆了一個護城河 然後希望可以一間公司 傳活多一陣 或者叫做賺多一陣 其實它薄就薄兩盈 就是拆完這個護城河 它可以賺這一陣 拿回來的錢和技術 可以多建一個新的護城河 唯一是你展望它的厲害的技術 就是這樣 這樣就有機會 我又不敢小看它 如果突然間 它拿下這支金 它說不管 我受誇下之獄也不要緊 我活下去 我捱過這一陣 就是臥身上膽 臥身上膽 然後下一步出來 是一個 就是是全球Lacing 或者是全球便宜的太空旅遊 那你厲害 這樣的就是 你的比喻是做得好的 因為如果你 бы ça 論是我們說 可能FSD這一要錢 conhecer賺東阿 你們再拆掉 帶錢來開一間新公司 為什麼才是讓他出現 會不會往的同時 這只是上次可能 這裡純粹是在外國傳聞 就是说Elon Musk对于电动车已经玩厌了 他觉得电动车应该不是一个未来市场 所以他现在就用最便宜的方法 或者是用一个最有利可逃的方法 将Tesla这间公司斩件拿出去 会不会这个是最后的ultimate 就是反正都快要倒闭了 我FSD给了中国 其他东西我玩其他东西 很有机会 这个你讲得很硬 你讲得很硬 最后整个东西就买出去 都是的 Tesla中国都是的 但是有没有那么顺滩呢 就是我是中国你卖单 你想拿回钱吗 我就觉得没那么容易 都可以给人民币放在东莞运行户口 给人民币又可以 又或者当初你来 你来一起我们一起合作 大家很开心 既然大家是拍档的 我当然是给地利借钱给你 那你说你现在不玩了 都不紧要 好来好去 第一这些地你就租了好似十年八年了 那你给租金 算你便宜一点点 用十年八年前的地租 然后你借那条线 麻烦你你还钱给我 你把这一块 那我就给你走 所以Elon Musk 你想在中国那里拿东西走 其实没什么人是拿到过东西走的 在中国做这些事 有有少了 以前容易一点 现在你莫财就难一点 以前还有钱的时候 拿走都容易 以前多个出 那当然给你 现在是少个出 不断出 你还要这么大一块酒 你拿回银子走 你拿回招牌走也算是好事 但是从这个角度看 我会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 假如你是Elon Musk 你只有这一招 你现在看着 你不要说Elon Musk其他业务 我相信那些什么Starlink SpaceX那些还好玩的 但是Texler 是不可以说Doom to fail 但是EV车 看起来 就是欧美国界已经准备动手了 那你的Texler迟早都玩完 你应该是善价而沽 你还未算海外那一部分 我当你在中国那里 一身好武功 多了十九亿数亿的Data 你的FSD完全版了 怎样出来呢 中国给你出来 就像你这样说 我是欧美市场 我都给你了 你在中国那里 用那些Data 去研发出来的自动駕駛系统 现在想在我们英美欧那边用吗 你没有法规上面就未必过得到 首先会不会是补贴的行为之一呢 如果我是另一些EV车 例如欧洲那一堆 是啊 有机会中补贴的 是啊 所以 但是你反而想 我现在也中了补贴 Texler 所以你在中国就内卷 你海外就现在保护主义 你左右做人难 其实现在他这样走这条路 你问我 又或者是这样 除非他高明到 他说这么多东西 都是掩眼法 又是用我们的四个字 其实就是前掩后撇的 后边就是拿一些资源 去搞新的产品也好 新的科技也好 新的市场也好 虽然我看起来就不像 但是他这个很吸引 如果他是前掩后撇的话 他的掩护物很厉害 你是拿着整个Texler 现在最值钱的东西 因为Texler其实没什么值钱的 你那些电动车的东西 其实大家已经抄到回来 最值钱的就是 之后会发展那套AI系统 你将整个AI系统 把整个AI系统放出来 和百度做成全venture 虽然还是很初步 这个会不会的掩护物很厉害 是空城计来的 你看回他的法迹 即Elon Musk 他认为那件事 他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我不是太觉得他是那么好戏 Tim Cook是好戏很多的 Tim Cook是很浮夸的 但是我觉得Elon Musk不是那么好戏 他真的有那句说那句 我觉得他真是 继续Believe in China Market 我自己觉得 除非你说他完全是一套戏 我没有东西可以说 但是看他的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的行为 公司的行为 以及他的言论 他仍然在相信中国市场 通常直到有一天 他真的觉醒 真的觉醒 真的不行 继续搞这个市场 有多少就没有多少 可能他那一刻才抽身 但是到时 Tesla 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他再有下一个 好像一开始这么爆发性的发展 就未必可以了 因为到时大家都已经发展了 是的 而且你的比资者会很强 但是到了这边 也可能要这样问 如果万一他真的把FSD 现在按着他的规矩 给了上汽和其他一起做 John Venture做 第一件事 他那个marginal gain 先说在欧洲市场 中国那里我解决了 我当欧洲市场 有机会已经中了这个 补贴的问题 本身已经是 另外大问题 就是他出来 如果在中国的市场 出来那一架的FSD 其实他会是另外开一个欧洲系统 还是会用这个和上汽的 John Venture走出去 有机会走不出去 如果我们之后 五年后的世界是很新冷战的 整个人工智能系统 有一半是中国的 或者三分之一是中国的 分分钟是TikTok 就是整个东西进不回美国 进不回欧洲 他一定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你在欧洲美国拿些资料 就一定远不及中国 可能他想用中国的资料 去完善他的FSD 然后再转换一个欧洲版 但你觉得很对 问题就是我们会不放心 中国的资料问题有多可信 而你用一个不可信的资料 砌到一个FSD 说真的 FSD现在在一个这么初步的阶段 就算去到很完善的系统 也有意外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意外是很严重的 一个意外 数据上可能FSD是比人炸车安全 但是你要接受新的事物 好像核能 核子发电其实也是很安全的 相对上的意外率是不高的 不过它一爆就糟糕了 你FSD也是 你一天 三百六十四天都没有意外 突然突然出意外 到时我追究你 然后发觉你这个FSD原来是中国制造的 那些现在的政治氛围之下 还不弄爆你 对啊 而且你反过来说 FSD如果真的可以斩开两份东西 就叫做斩开 如果这个机器 你可以分开 机器仍然是Tesla 但是那些资料是中国的 那你就反过来 就是我用资料在滋养上面的机器 这个机器移到欧洲 最多都是捕贴的 但是现在这个机器 已经不可以是100%专业 不可以是全部都是Tesla的 Molesigny的 讲到明的John Fenture 要包上你上面的Masheco 有部份是要百度认识的 是 那你要百度认识的 你搬不走整个东西 你怎么也要粘一块百度过去 没错 你粘一块百度过去 你就有机会过不了 是啊 那专利所属原来有部份是百度的 那你怎样呢 那你怎样呢 或者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自掘坟墓 不过他现在可能在短期里面 他要这样喝一股止渴 或者像你所说的 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原来又是前掩后撇 这次他希望是活下去 在中国舔起来最后一波 然后最后才去一个 这个叫什么 一个游轮转身 那我们就观望了 看来就不太乐观了 会不会还有其他类似Elon Musk的机构 可能会这样进入呢 你觉得 即是你再想进入中国市场 是的 或者我们有些东西叫做戒不了独的 因为最近有两间公司 已经有这样的迹象 第一个就是Apple 另外就是德国现在也有机会 想吸纳中国市场 甚至乎现在德国是一个外部 如何对外投资条例下放鬆了 希望你中国也可以投资到德国 会不会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叫做趁别人沽中国 有人在这里撩底呢 一定有啦 你看港股就是这样 是这样的 因为有很多 钱是很客观的 有些人觉得这里找到钱 他们就冲进来 其实好像买股票而已 有多少 你买股票也一定觉得你赚 你买股票也觉得自己赚 是不是 你死了这么多祸 你就继续买 是不是 你继续可以购买 是不是 做生意就是这样 我肯定是觉得 我可以在中国市场上 赚到那些钱 肯定是有人会觉得这样 你走完我进来了 那就等一个市场去告诉你 我们可能会短视一点 我们看五年十年 其实已经很清晰 你是KC博士的那些 他说 2008年那时候 他是这样的 他冷眼旁观 他增长已经放缓 那又是 那又是 你博士不到 你看到这个市场 一定不断放缓 例えば我有一家夸国企业 我是一間要國際品牌 我是很難完全放棄中國市場的 在商言商 但是你就按比例去縮 或者我不加大投資 我不再加人加什麼 同一時間會不會有些公司見大家拔走 中國就好像很歡迎 李強每天都出來說我們歡迎外資 李強每天都出來說歡迎外資 有些外資可能也有機會 反正經濟又不是特別好 到處的生意都很困難 不如中國的東西好像 中國也是聽聞 人口第二大 人口最少也第二大 雖然老一些 但也算是第二大 就好像買科網股那些 現在升到18000也很厲害 但是我們記得的是 它是三萬多跌下來 你有兩萬多 你覺得便宜 20000覺得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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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覺得便宜 18000覺得便宜 好了它升上來了 又下回去 又升上來 你肯定有錢是覺得值得買的 我們就等到市場告訴大家 但是如果我們叫市場的話 因為市場的數目 跟Elon Musk的個案子 可以不同 譬如我們看看 現在的Direct Investment 市場的利益 就增加了330億美元 其實比2022年少了八成多 甚至乎是93年最低 簡單來說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少 改革開放以來最少的新增對外景的負債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什麼人想去入中國投資 按這個角度看會不會這樣說 這個就是市場 市場的平均是下跌 但是因為平均是下跌 你問一個人的負債 你進來的負債 那個負債就比較大 比如說Elon Musk這次衝進來 其實我不是在吃市場的 我是在吃我的優惠 政府給我的優惠 而且可以是非負債的 你現在看到的DIL比較低 我可能不是用利益 你給資料給我 我給人 我給技術給我 你不給借錢給我 都可以 你給一個成都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會不會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偷襲中國 嘩 我覺得 因為我是很尊敬中國的 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你是偷襲到的 那你就嘗試一下 又是那句 這個是市場上的撈底 股票 你撈底 你輸了也是拔錢走 你在中國做生意 就是不會這麼容易拔錢走 以及你進去的那個付出 你不知道的 你進來後 可能你要先作投資 他一定歡迎你 哎 拿些錢來 你都是不外乎 在中國那裡設廠 你不會跟中國一起做研發 那麼天才 好 你說做研發 好 做研發 研發完之後 那套東西就是我的 你說開廠 接著就是國家秘密 對 其實 你進來才放下多少 這是第一件事 你不會空手進去做生意 你一定有人有錢有資金 OK 然後你試一下做生意 然後你發覺不行 當你發覺你的產品和類型的 充滿在網上的 那時候你怎麼走 不如我用這樣的思考 我們就用偷襲中國的思考 我們現在開始設計 如果我們和網友一起選擇 偷襲中國 你偷襲中國的報警 我沒有這樣的膽量 我沒有這樣的膽量 但是我們一起做 如果我們真的要重返中國 在水退的時候 我第一步的 一定是要知道的 就是我們 剛才你說了 不要那麼麻煩 不要搞研發 不要搞設廠 你偷襲 你就小貓上去做些事就走了 這些其實是香港人正在做的 我看到有些香港食肆 那個問題就是 你相不相信現在 你在中國會找到很龐大的利潤 經濟定律其實已經去到紅海得很厲害 我先不要計算風險 你的上限越來越低 因為人們鬥便宜 你的上限越來越低 但是你的風險越來越高 如果你說你沒有什麼盈利 其實你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你不想做其他市場 不想改變 有的 大中華區就是這樣 我做開這個市場 你突然叫我去招呼Mr.India 搞不定 另一個你說大中華區 我想起另一家公司 最近在選擇偷襲中國 哪有這麼大膽 那個不是偷襲中國 本來中國也是紅口企業 那個就是HSBC HSBC 其實在過去 奇耀年 在過去 你就說他做得短 實際上不短 因為奇耀年之前 奇耀年之前的幾個 只有幾能 或者誰做了八年 很多都是做四五年 八年都合理 之前四五年那些是出事 但是因為出事 很多屆都是出事 但奇耀年是業績很好 這個我就覺得是 我覺得他真好 這個呢 我昨天那集 沒有打算講加沙問題 兩集很高風險 下面的留言多到爆 講很多加沙 美國示威問題 但是其實我本身是打算講奇耀年 但是奇耀年的故事 是不夠新聞的 其實只有幾宗新聞 總之他突然間說走 不如趁這個時候就說了 奇耀年他真的在做重返亞洲行為 第一件事就是 平保逼他 你不如趁這個時候 只要升級歐洲行為 或是亞洲行為 奇耀年和帳戶就頂住了 我不會只做中國行為 或是要脫離歐洲市場 但是 他起碼也做了一個業績很強的事 就是我賣了加拿大 賣了很多地方 導致變成在整個亞洲行為 股價升得上來 其實HSBC在奇耀年下 是做得挺不錯的 好了 他算不算是偷襲中國 趁大家離開 我算是留在中國和英國 都是的 他協天子令諸侯 英國不是要借我 我在英國也很大 你不是搞得到我 但是 現在又未去到要搞 因為一搞匯豐 他知道 他一搞匯豐 就是你全面攤牌 全面攤牌的話 沒有人會怪我 等於我現在買國債的話 你美國倒台的話 沒有人會怪我 我是基金經理 大家是怪美國政府 這也是中國人的智慧 一個敲鑊法 一敲一聲就倒台 沒有人會理我 我買一些小奶的資產 我是匯豐 我真是大條道理 因為你一搞我的話 這是外交層面的事情 其實匯豐是搞了很久 他做了這個禍心做了很久 這個孟晚舟有關他的事 伊朗那些東西有關他的事 俄羅斯其實沒理由不關你的事 他罰了幾次款 NPF有關你的事 然後凍結資產又有關你的事 他沒事 他只是恃著你不敢搞我 但是 你先搞旁邊弄你 加拿大那家比較小 你沒理由搞HSBC 但是你聞到味 你聞到味 你終究到最終 就算我真的搞不了你 我天天把你拿到國會 你解釋吧 這個應該是可以跟大家說的 英國國會和美國國會 是沒有那麼困難的 當然 英國是不喜歡拿回商家佬去國會 是的明白的 但是他可以研究這件事 他會擺上議程的研究 英國都不研究 英國的政治 其實是回到我們90年代 19年之前的政治 這些東西通常會在哪裡說呢 其實你走過這個城市裡面 就會有幾間餐廳 有幾個 gentleman's club 又是那幾間 gentleman's club 都搞定了 不會帶你上來 這些很困難 好了OK 我當是不要管英國政府 我美國政府也搞到你 這個當然是金融霸權 但是他就是這麼有霸權 你可以舔多久 你看到那個方向就是 最後中國也會引你 因為首先你和平保的關係 你爆了 平保也會出事 現在平保已經搞到這樣了 然後你外國一搞你就外交層面了 什麼都不用談 他真的還能夠吃完兩邊的東西 但能夠吃多久呢 我覺得這個答案也不需要我來回答 你看紀佼蓮就知道 他還有一宗新聞 他之前要反駁Steven Roach 《HK is over》 他有出聲的 是嗎 是呀 我有看報道 我找回 因為我想知道紀佼蓮之前講過什麼 他之前就說了 我們匯豐 對上一年賺了百億 香港非常好 好到爆炸 他就走 好到爆炸 你賺這麼多錢 你做五年就走 你真的很知進退 是不是 不用說了 所以 匯豐 我覺得 你看紀佼蓮就知道 反過來 我想給大家一個這樣的思維 首先你想偷襲中國 有什麼企業最有條件去偷襲到 我認為 或者不要說偷襲 生存到 你就有很龐大的品牌效應 我講過了 就是我認為 品牌是你抄不到的 因為可以抄的就死定了 你面目模糊的 洗衣機 乾衣機 冷氣機 你哪個中國做 電視機你沒得做 除非有些人說 我死都要 其實沒得死 你什麼品牌都中國做 雖然多了很多非中國 但我想說的就是 有什麼品牌 以前還能夠頂得住 Starbuck 你同一杯咖啡 Starbuck就是Starbuck Nike 連麥可喬丹都輸了 但Nike就是Nike 剛剛出了Starbuck的業績 大插Starbuck Starbuck是怎樣 他在中國的 稍等我一會 你講開Starbuck 我告訴大家 Starbuck也是長期在我的看見項目 OK 你快點買 等他死快點 Starbuck在中國的銅店銷售下跌11% 然後Nike 你看回業績 又是跌到爆 又是中國市場 還有 台積電 台積電為什麼業績這麼好也跌 就是因為他未來的財務預測差 最差的是什麼 他說有一個智能手機差 然後電動車的晶片都放緩 最大的兩個客戶是什麼 Apple和Tesla 什麼市場 都是那個市場 你連這些這麼大的品牌 講的是Starbuck 講的是Nike 中國都頂不住 那個業績 你其他怎樣偷襲 你說賺少少 賺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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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可以做 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願意負擔那個風險 為了那個盈利 這個就是每個人的盟友 我們向前行 我們一起追蹤Jacky 風 走出去放眼世界 你說這樣 我們只是一步 你不走這一步 你仍在那個世界 你就看到內卷 你踏出一步 說真的 處處相機 說真的 日本 所有資金現在衝去日本 便宜到這樣 全部插旗 告訴你 是 日圓便宜到這樣 這個可以遲到我們有個訪問 就是 香港有幾間品牌都在落戶日本 希望是日本插旗 你是不是訪問岸田文雄 是不是會 訪問 不是 這裡不能說 算了 我經常想說 香港現在經常說 電影業很難做 其實 如果你進軍日本 同一個成本 你進軍日本電影業 大有 投資額便宜很多 你不是看某個香港女星 某個香港女士 你一說這些藍天的問題 我們一定記得 藍天畫面 他便是其中一個成功 偷襲日本 但只有他一個例子 因為他下面還有一個 他下面還有一個 失敗了 他最成功是見好便收 還有他的合約 這個真的值得訪問 他簽3-4套劇合約 很聰明 其實他去的時候 已經計劃了 三套之後 就回來了 其實他那種見好後 就收是承認很多 他這些真的成功偷襲日本 不過我覺得他最近 又差一點 因為他份量是出日圓的 除非你日本生活 我想說 其實現在打散了 製造業也打散了 金融業也打散了 起碼亞洲 真的是整個世界的資金到處走 日本、韓國一塊 印度、越南一塊 墨西哥也一大塊 菲律賓也一大塊 菲律賓、越南現在搞半導體晶片 你豈不是呆了嗎 菲律賓的半導體晶片業 你可以看一下很多中國老闆 很多香港老闆 我也認識有些香港老闆 在菲律賓設廠 其實都可以的 走到的醒目的中國廠 就搬過去了 我現在不是談論哪個資金來源 我先談論那個地方 有沒有發展 現在可以發展的地方其實很多 所以我相信錢都會慢慢地移動 移動這段時間是壞事的 其實就像移民一樣 當初移民一定有很多動機 有些是被迫的 有些是一窩蜂的 有些是跟潮流的 到最後都是看成本 成本效益 我們回歸經 在長時間都是看經濟效益 你走一件事 成本有多少 利益有多少 當成本慢慢降低 成本一定慢慢降低 成本是什麼 資訊成本 你去到人生路不熟 你不知道怎樣 我正想說 你講到這一節 我很有切身體會 其實由你第一節走的人 到我這一節走的人 我的成本是很低的 相對地 不用說沒有 但你想想 本來挑選國家 選城市 你們有七四個月 他已經未必有很多 到了我們嘗試 你去哪些社區 公司 那支社公司 手續技 財產或者奉取 我試過有幾次由九龍區搬到香港島 我用的錢 其實和我搬到英國的錢是只差一張機票 其實不是差很遠 我們以前 比我早一些 例如90年到200年 你去那個地方落腳的成本是超高的 資訊成本是超高的 現在反而落腳不是很高 你拔東西走的那一刻高 大家明白嗎 對 當然我們不是說我們不是叫人走 我只是說成本低了 你可以不減到價錢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偷雞中國 這個用偷雞的説有些奉獻 我們不如說俠逢中求全 求全中國 這些是壞的 求全中國 那時候說到中國的敵人間煉獄 內房的老闆是這樣說的 陳啟宗也是這樣說的 活下去 求全 我們跟別人說的 你先拉一拉陳啟宗 不過你說求全中國 亦都體現到偷雞中國其中一個策略 你發現不是新品牌入中國偷雞 其實那些本身已經有中國很高的智能力 好像HSBC HSBC沒有增大中國投資額 HSBC正在減低法國或加拿大 等等的投資額 變回方格 所以它正在整整自己的報告 唯一見到其中一個偷雞中國很積極的就是Tesla 其實連Apple我都不覺得它是在投資中國 它是拔出來的 或者新增投資放在外面 所以我最後說 做生意有時跟人搬走不走都差不多 你要從這間廠搬到這裏當然是困難 好像兩三年前我們說供應鏈會轉移 很多人覺得是不可能的 也有些人說要說10年 因為上游又方便 原材料又方便 物流又方便 做慣了 沒可能 人是傾向用以前的經驗去累積 如果這樣的話 中國一開始不會這麼發達 你看1978年1989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中國會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 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王國 沒有的 香港搬廠上去的時候同樣問那個問題 香港有最完善的生產鏈 還有歐美的科技等等 那為何要去東莞設廠 去到70年代的時候你就問那幫人 那幫人就回到大陸 這個我們用回教主 教主身體又抱揚 希望他們去康復 教主經常都引述這個 蔣老先生的名句 潮流再變 時代再變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說不行不行不行 好了 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Apple可以 沒有東西不行 如果我是Apple的生產鏈 有些就不是自願的 Apple叫你轉過去 有些富士康那些 他直接說我會在印度設廠 你幫人下腳 這些你想也不需要想 有些就是自願的 假設我現在要增加投資 這個世界好像對AI有需求 好 兩個人開一間廠 去哪裡開 那一定有些原本當然是想中國 想一想不是 還有幾個可能性 有印度有越南 十年前的不是吧 印度越南開廠 不懂 那現在有沒有人開過 這個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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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都有人問 跟你的疑問差不多 接著就去到開著 這個team group 和一群人有個印度Whatsapp group House Mambai MambaiOK啦 所以真的靠你了 你去考察越南 印度 菲律賓的狀況 看看是不是真的經常有這麼多供應鏈 就移過去 這個交給你 好 我們一起搞團 你經常說想出去旅行 不如你帶來去蒙拜 是不是 我經常說要去旅行嗎 你經常說要來英國 半速度見 我經常說在英國能不能搞活動 讓我有些收入和藉口 來一來英國就是不簡單的 這陣子我發現最掛念你 其實我很嫉妒大家 最近我試用翻光一下 日本 我的日圓能否好好地消掉 有什麼問題 很贵的 去日本张机票 对啊 你去英国 对啊 我要走很远 其实我不是不去日本的 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 去美国 然后经日本去台湾 其实我每一次出旅程 现在已经变成环球旅程了 要去几个地方 没办法 那你传媒大肯是这样的 你要面对这个事情 我发觉原来移居其中最大成本 刚才你说移居最后就是这样 移民英国的最大成本 从来都不是金钱和什么 而是距离日本的距离远了很多 这是我们看到最大的成本 不要紧张 所以你要开拓你的思维 欧洲板块都有很多很棒的地方 譬如你去法兰西 法兰西欧元的价格 没有英文那么漂亮 现在所有在英国的香港人 如果我是大公文会的人 一定会说 为什么离开香港 在香港你可以去日本 墨西哥披索好像便宜了 你去Mexico Mexican 即是去打那些 发展Mexico 好 好 堅尼地墨西哥 我们期待 多谢各位网友支持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今天节目这么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样等啊 世界满日了 满日了 立即加入我们 思思工作室的Patreon每月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条件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费每月美金五元 三个级别 小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么分别 登入我们的Patreon 网站 就会解释给你听 立即加入 收看我们的Patreon 特别内容 节目见啦 拜拜 2024 台湾大选经议曲《中人山》 但台湾新一轮的政治角力 只是刚刚开始 在三党不过半的立法院 三个党派 如何争取最大利益 如何部署两年后的九合一大选 甚至下一届的总统大选 思思工作室全新节目系列 台湾新政局正式退出 Patreon及YouTube会员 独家优先收看 敬请留意 多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